据外国媒体报道 近日郭碧亭和向左在意大利卡布里岛举办婚礼 一名美籍华人女模特应邀出席 但随后这名女模特9月11日向卡布里宪宾报警 称自己丢失了价值200万欧元的首饰 据报道 这名女模特于9月9日乘坐私人飞机抵达纳布勒斯机场 随后被婚礼组织者接到卡布里岛 几小时后这些珠宝首饰丢失 并且这些珠宝首饰没有上保险 非凡娱乐是